《创造101》已确认出道的六位美女,梦美琪气志豪,最后一位却争议不断。 要说今年关注度最高的选秀节目,可能就是要数《创造101》了。 其实《创造101》是中国的首次女团成长节目,要经过层层的筛选,最后只能有11人可以出道。 在如今赛程已经过半的情况下,其实已经有6位选手可以确认出道了,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位吧。 1.吴轩怡。吴轩怡。 吴轩怡是颜值和实力都在线的超强选手,尤其是他那甜甜的笑容可以融化无数粉丝的心啊。 吴轩怡在一轮公演点赞排名中排名第一,在二轮中也排到第三,可以说是人气颇高,受到了无数粉丝们的认可。 所以吴轩怡是可以确定组团出道的选手之一,同时也是C位出道的候选人之一。 相信吴轩怡的出道会让无数的粉丝兴奋不已吧。 2.孟美琪。 孟美琪。 孟美琪和吴轩怡一样,不仅仅是实力派选手,而且她的颜值并不输吴轩怡。 如果说吴轩怡是清纯型的,那么孟美琪其实更像性感的郁姐,给人一种迷人又想仰望她的感觉,或许这也是一种天生的明星气质吧。 孟美琪。 孟美琪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如今的人气,甚至一跃成为了第一,并且还收获了人数众多的山枝大队,成为最有可能在C位出道的选手,组团出道已经是确定的事了吧。 3.杨云晴。 杨云晴。 杨云晴是一位实力强,而且非常阳光帅气的选手,给人一种活力满满的感觉。 3.杨云晴还是一位队长,可见其能力和实力都是受人认可的。 3.在整个训练的过程中,杨云晴也是没有被踢出过A班,想必最终组团出道是没问题的。 3.但是尤其自身的外情问题,可能是没有办法在C位了。 4.杨云晴和李宇春早前风格很像,希望她能成为下一个春歌。 4.尤其自身的外套歌。 4.尤其身的外套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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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尤其身的外套歌。 5.并且作为说唱歌手,她本身具有很强的创作能力,毕竟具有创作能力说唱旅行真是非常欠缺啊……。 曾经凭借一首《木兰说》惊艳了全场。 而且EARME从创造101开始以来就人气颇高,深受粉丝们的喜爱,相信他出道已经是确定的,并且应该还是C位的候选人之一呢。 5.段奥娟 段奥娟 段奥娟的颜值可能没有其他极为的高,但是他的歌喉真心是天后级的嗓音啊, 应该是队中的歌唱担当。 他的声音非常干净,在众多声音中如今脱颖,能唱到人们的灵魂内心里去。 段奥娟的人戏也很高,在两次公演中名词都很靠前,相信出道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 。 6. 杨超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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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超越是一个非常可爱清纯的美少女,其精致的脸庞让她轻松捕获了无数的粉丝。 。 但是杨超越的排名却一直是大家争议不断的话题,毕竟难道颜值高就应该有更高的排名吗?尤其是最近杨超越的车祸现场走音,更让她处于风口浪尖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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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她整体的人气和粉丝量都很高,按照目前的情况,杨超越还是可以组团出道的,但也希望她更努力一些,对得起属于她的这份支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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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